它过渡一下 再往后面我们再调点颜色 你不要说 我现在开始这个颜色呢 是比较深的 我只要不加墨 只加颜色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这样亮 就越调越亮 主要是什么 珠标 三绿 然后又藤黄 这个又要亮一点了 但是在画这种的时候 经常有些学员 它容易把它画成什么呢 就是 画成一排一排的 这个不好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但我现在画正线条来 它有点斜过来 我画正线条我就可以这样子 立下去 这一地方有些不知道怎么画 其实你看 其实很简单 稍微这样撑一撑下来 它现在就感觉到很复杂了 好 再往后面画 我们线条 又要更加亮丽 我可以加一点什么了 加一点点白色 珠标 藤黄 三绿 考虑一下怎么画 颜色一层一层亮上去了 有墨色是越来越少 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 它感觉到是很有光感的 不一定画到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倒是这里我要画点树 不要这里 这个线条和这个线条 它们就是很硬的接在一起 不好看的 中间有点树把它一挡 把它很自然就接过去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山石 整个山石就感觉到 由龙逐步逐步到亮 那种质感是很强的 现在我们准备把上面的房子 很小的房子 把它画一画 画房子 这个三峡的房子 跟我平常的房子呢 又不一样 这种的房子 不要画的太大 也不要画的太复杂 我在下一盘叠盘的时候 出以小景为主来画的话 我房子给大家画的 就复杂一点 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就画的不要太大了 因为三峡主要是以气势 气势磅礴 来表现三峡 如果你房子画的太大 那这个三就显得小了 说说这地方你看哈 跟我平常呢 画出来房子是很 就一样的 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屋顶揪上它 也不要画瓦片 屋顶揪上它这样子 到时候 因为到处都是绿色的话 我倒是燃点红色就解决了 就这点房子就可以了 这个画好以后 比方说我们再用一个比较 我把这个桅杆把它画出来 这个是要灯塔 在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 它其实每一个圈子 它都有纹路的 你就顺着这个纹路画 基本上这个 这个微概法 它不会把它画斜的 比比下来 由小 端部发作 它是要逐步到大 它是要逐步到大 看看它呢 这是要逐步到大 画一号 長得画好 画好以后 看它 它是 mijlovin 他在私字架一样